中日关系必须要应对日本国内这种多变的这种政治局势的变化 所以今天这个变题也是以此为中心的 就是前人成私辞职了 中日关系会不会改善 经常会因为领导人的更替 我们来变这个外交问题 好了看一下这个微博上的观点怎么样啊 我们这个诸神的黄昏说 我认为没有太大的改善 最多是影响对中国的态度 无论怎样换人日本整体政治倾向不会变 即使一位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在那个位置上 也必须听从民意啊 有道理 极品果冻是同样的这个观点 感觉中日关系没有帮助 改善没有帮助 因为前员代表的是日本政府 并不是他本人 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 关键需要整个日本政府体现更多的善意 不是个别领导人是否有善意 最清风 说认为外向也太廉价了 好像只有600多美元 恰恰说明了这个跳梁小丑的价值 地上说中日关系不会因为前员成私下代的改变 抱有这个幻想的人未免太幼稚了 张深泉说 不见得不管哪个日本政治人物做此位 都是身不由己 日本政坛战火纷飞 好像对国民日常生活影响不大 政治人物浮浮沉沉 好像都能接受游戏规则 这个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 野州老二 不好意思 还有我们BBS在念念这个帖子 野州老二 他是在日本一位中国人说 前沿辞去外交之物 给兼职人留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空间 但不知道兼职人是否能够 很好地抓住这个机会 关键是谁来接任下任的外相 现在是知也 他认为这个人一个是要处理好 这个就是和小泽的这个问题啊 另外在预算案 在中原不能得到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的时候 情况下 会起到这个和小泽亲近的人 起到一石二鸟的这个效果 这个OC说 前沿属于强硬派 都中国政府来说 比以大于一例 这是一方面 但同时也要看到 前沿的观点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所以对前沿去留 不要抱太多的幻想 中日关系的影响力 远远小于中国政府自己的影响力 比如政府公关行为等等 请继续 我想那个 前沿辞职的时候呢 之前呢 见过一下那个 监制人 那么监制人对前沿的一个辞职 是什么态度呢 我觉得也是研究这个 日本现政权对华关系的 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你看 监制人 他在六十年代呢 他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一个 一个学生领袖先锋 那么刚才那个 李北言讲了 前沿呢 是研究这个美日安保条约的 那么他是书面上 法律上 而且他是非常支持这个 那么在这方面来说 他们两个是不是有 有一些 些微的不一样 因为后来监制人其实也转了 也是以日美安保条约为他们的支柱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前沿 是不是威胁到监制人 就威胁到监制人的那个首相地位 因为经常有风声说 那个前沿说 他要担当更大的责任 如果监制人下台 他就要上来 那么现在 我觉得作为监制人来说 从表面上看 我们不知道内幕 那么他要让那个 那个前沿下去 首先是要保他的预算案 财政预算在三页里要过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 要对他这个首相威胁的人 是不是做一个清君责 或者就是要有一个清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人事虽然大的 大的格局没有没有变 就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变 但是人事呢 是不是也稍微有些变化 但是接人的问题到底是谁 我们也要看这个 其实你说这个呢 恰恰说明这个 前沿下台了以后呢 反倒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前沿呢 他有很大的这个民意 就是好多民意支持他 为什么支持他呢 恰恰就是因为 他对中国适应 他对俄罗斯适应 那么这种适应呢 就为他未来的政治发展 打了一个伏笔 那么他也不甘心在这个外向的位置上待 所有人分析 将来有可能民主党就是他来牵头 他来当首相 那么正是由于这种野心的存在 所以呢 他的外交就缺乏务实性 而是多于表现性 什么叫多于表现性呢 你像 那个四方领土的问题 北方那个四岛领土问题 他呢 就去跟俄罗斯去谈 你根本大家知道 俄罗斯根本不可能跟你谈的嘛 你没有任何交换的条件可以谈的 然后钓鱼岛的问题 就对中国适应 而且前 就上个星期 周末 他还是说 中国怎么军事费增长这么多 你看这些都是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公开发言 作为一个政治家 做一个外向 恰恰是应该避开这些话题 你可以底下谈 不能公开说 公开说是干什么 是在拉选票 根本是不自在解决问题 所以这样的外向当上去 你只能搞坏关系 而不能搞好关系 我想这个 我要要明确一点 一定是首相选用这个外向呢 一定是要用他来贯彻他的外交理念 而不是来跟他 这个唱反调的 故意找一个跟他跟他唱反调的人 这是一点 但他个人风格 可能在技术层面上可以解决一些 可以可以显现一下个人的风格 我们看到啊 就是我刚才讲了 过去的 日本他的政坛经常 有些领导人经常更换 包括政党的这个更换 首相的这个更换呢 可能对于外交关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包括这次同样的民主党 纠缠下台以后 坚持人上台 马上就发生很大的 这个中日关系 发生很大的改变 但现在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呢 坚持人他受到两个方面的这个限制 一个是美国对他的限制 对他的这个制约 一个是民意对他的制约 在这种情况 他选择一个外向 我相信也不难 也很难跳出这两个方面的牵制 因此在这个牵制下面呢 中日的关系也不会因为新的这个下一任的这个手下 他就有什么戏剧性的突破 我相信很难 就是怎么能够掌握一个全体的整体的这么一个结构和画面 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日本的政局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来看一下凤凰网的这个网友 这位是美国的来自美国的凤凰网友 GGLTT说啊 加强以中国的交流往来 密切与周边国在关系实现日本独立的唯一途径 他认为日本还是附庸在美国身边 这是美国日本发展的长远战略需求 坚持人内阁没有战略眼光啊 不下台换水当外向 中日关系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的 万里峰一说啊 这个他辞职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极其有限不管全城市在或不在 中日关系就在那不好也不坏啊 好像跟中美也是可以用这样说 那么这个是野州老二刚才念过了 这个开林市呢 现在念起前城市的好处了啊 他说这位同志石峰相小大师 懂政治会外交 那么熟鬼说中日外交悲剧根源在于 日本整体性的敌视中国 视中国为假想敌 没有美国日本照样会和中国产生领土经济 中亚大国地位等等这样的纠纷 所以他说 我想那个现在中日关系 最关键的问题呢 是在那个掉一岛问题 那么我估计呢 今年掉一岛问题 起码有五个可能性 最好的可能性 大家共同开发 那基本上不存在的 那么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回到邓小平那种 就是说主权各自 这个 那个 共同开发 这是一种一种认识 就是一种默契 就回到这个 第三个 大家都不碰这个东西 把这个问题掩盖起来 第四个问题呢 第四个可能 双方面还在吵 第五个问题呢 就是还有去年那样的撞传事件 其实我们 日本这个国家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很多运作啊 为什么这么样的更替 日本老百姓 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 在维持着 这个整个的 它的一些外交啊 经济啊 这个运作 这个官僚体制 就所谓它的外交的 这些官员 都分说你是说政治 政治派系的 还是说这个官僚系的 那么真正掌握日本外交 实际上这些官僚 恰恰是 应该是 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恰恰是这个官僚体系呢 也是现在民主党上 他要改革的一个东西 他认为呢 这个过去自民党 长期就官僚体系 这个自民党就是听官僚体系的 他说中日关系不能动 我就不能动 我们要听民意啊 所以他民主党 莫名其道的想法 这个民意 作为大政治家呢 是引导民意 你想中日关系 当时那么紧张 大家抗认战争 刚刚过去没多少年 这个天宗角融 大平正方 日本方面 中国这边是周中林 就站出来说 要改善中日关系 那时候要瞧民意的话 根本不可能改善的 现在是 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 全城市上台以后 把这个民意搞得是 他是听民意 结果民意掉得更低了 你是引导民意呢 政治家需要表演 需要表现 这个各国都一样 但是基本上 表现到一定程度 他真的对这个 整个的这个体系造成伤害了 这些官僚啊 肯定是会把他拉回来 这次前城市的改变 实际上就是 看到了这样的迹象 其实 这就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们还是 我还是强调那个结构性问题 那么民主党 你可以看到 鸠山和小泽呢 跟现在的监制人和前员呢 是有很大的改变 这个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 有很大的 因为鸠山和小泽的理想 就把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你要成为正常国家 就是要摆退对美国的依附 所以他在对华 要借用 借用中国来对付美国 来走他一个正常国家的道路 那么这个呢 是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 监制人和前员跟 和自民党呢 其实就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 整体上 是现在所有的日本的政家的 他的概念 他的对外关系 基本上就是这个路子 还是原来的路子 我很同意这个刘长 他刚才讲的 确实 这监制人呢 过去也被视为是个支华派 他过去的经历也 整个民主党这个方向 在自民党跟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这一方面 但是呢 监制人现在最首要的问题 不是解决中日关系 是首先保住他的相位 他现在的民望掉到20%以下了 他就吸取了揪山 为什么会下台 就是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这个问题上 被美国施加了压力 最后 揪山就是在普天间机场 这个问题上 就吃了大亏 最后被美国的压力下台 现在监制人上台以后 他首先想的就是 我如何要作文我这个相位 那就要 走跟揪山不一样的道路 那就跟美国搞好关系 你在外交上 以美国的马首示伤 这一点 跟过去的自民党刚才讲的 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了 所以就在这个思路下面 确确实实 你看他前缘 前缘 他就 他就是这个 这个样子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换一下 他下去了 下一阵上来 如果 今天人还是没有改变 他现在这种思路 就是我必须保住 对美关系的 我必须以美国的马首示伤的 这样一个思路 没有改变的话 中日关系 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他都要听美国的嘛 新的代理外相 知也信南呢 这个六四年生人 更年轻 更气盛 在一个年轻的一个 这个政党的政府面前 又一个年轻的外相 我是持 现在更大的问题 怀疑态度 兼职人也要下台 对 说病三月份 兼职人就下台了 他还会叫